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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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拍這個電影 你看到這個故事 你馬上就有興趣嗎 我和編劇都一起去發展 當然編劇的創作比較大 在文本上 反而不是說我接到的故事是怎樣 是我們一起去想這個故事怎麼發生 你拍這個電影有什麼感想呢 感想 很多感想 感想就是拍電影真的很困難 電影是一件非常難去學習的 去Master的一個藝術的形式 這個是一個很幸運的開始 但是我相信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去繼續學習 這一次和于文樂合作有什麼感想 其實很感謝它 這個是一個不是那麼正常的商業製作 這個是一個很緊缺的半獨立製作 亦都能夠給予它的配套或者資源 都是比較少的 但是他很支持這個電影 亦都覺得這件事很有意思 其實他面對的演繹上的挑戰都是很大的 當中我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整個拍攝裏面 我是很感謝他演出的努力 亦都我們見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結果 我是很感人的 他的形象在這個電影裡很複雜 你可以告訴我們他的形象嗎 那個形象 是不是形象 他應該有什麼角色 阿樂的角色是一個躁鬱症的病人 Bipolar disorder 的病人 他因為他爸爸就是曾志偉 很早離開了家 只有他跟他長期病患的媽媽相處 亦都要花很多時間去照料他 其實他媽媽也是本身有一個情緒和水素問題 有一些特別需要的一個人 變成他兩個互相激發了很多壞的情緒 在他相處裏面 而對方亦都不能夠沒有對方 形成一個好像困手鬥的狀態 最後在一個意外裏面 阿樂悟殺了他媽媽 整個戲是之後才開始 我們說這個男人背負了這樣的愧疚 怎樣面對他爸爸呢 曾志偉 曾志偉見到這個兒子 又應該怎樣去面對這個 唯一剩下的一個親情呢 這兩個男人怎麼相處呢 就是戲的主族 那你以後還會拍這樣的電影嗎 我不肯定 我不知道之後我們能夠做什麼 當然我希望能夠一直創作下去 但是之後我和編劇 有什麼靈感或者有什麼故事 在我們的腦海出現 我們需要去做的 我們都會盡量去做 盡力去做 那我不可以回答你 我們還會不會這樣拍 但是我相信 好的故事或者值得去思考的問題 我們都想用電影去表達 其實製作的資源很緊缺 除了兩位明星幾乎去二演之外 其實也都要整個製作團隊 其實都是工業裏面的專業的團隊 但是他們要付出給平時製作 可能更加大的努力 才能解決到一些資源上的問題 因為節省資源 我們將整個拍攝排得很密 我們用16日拍完一個長片 其實當中的局限 或者面對的挑戰很大 當然很幸運 我們都完成了 要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 我覺得即使那時候這麼困難 但是依然會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很好的開始 我和編劇有了這個故事 這個劇本 當然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去完成這個劇本 我們知道我們需要一對這樣的父子 一個很地道 很香港的味道的一對父子 我確定一定要大家很信服 他們是一對 至少我們要相信他們是一個父子的關係 我們也有另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很想去找一些很接近觀眾的演員去做 這個戲 因為我們覺得裡面有很多信息 我們是想給普羅的觀眾去看 不單是可能是art house 或者indie的觀眾 我想將那個訊息 盡量發放到越遠越好 所以我們想要一些 希望有一些很接近觀眾的演員去做 我們首先覺得非常適合的 也跟那個角色很吻合的 是曾生 曾志偉 也都很幸運他很快答應了 他很喜歡的故事 我們有了曾生之外 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香港找到的演員 沒有一個比余文樂更加適合 他們倆是真的有一個很共同的味道 我覺得 也都很幸運他答應了阿樂 其實整件事是很幸運的 也都是很有賴的 那個劇本打動到他們 變了打後的所有事情 其實我們都是基於我們很想做好這件事 很想拍好這個故事 一起去努力去做好 我不知道我可以預測到什麼 其實這件事這樣發生 希望我們能夠完成這件製作 能夠上到大眼幕 能夠來到多倫多 已經是一件非常之好的 非常之幸運的事 我期望的就是 只能夠接觸越多的觀眾越好 我們想說的 我們想觀眾去反思的事情 想去打動他們的事情 希望可以影響到越多人越好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